大家好,我是易法半导体,电源及能源技术创新中心的应用工程师刘品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65W QR USB PD Adapter 这个demo版采用的是QR反击拓扑 原边的主控芯片是WipeGAN65 副边的同步整流芯片是SRK1001 协议芯片采用的是STUSB4761 输入电压从90V到264V输入 输出电压支持5V3A,9V3A,12V3A,15V3A,20V3.25A 从电路图上看,整个电路还是比较简易的 主要是因为我们原边的主控芯片WipeGAN65 是一款高集成的氮化钾芯片 它将高频QR控制电路 650V内组0.26欧的GAN及驱动 以及多种保护电路 集成在一个QFN5×6Size的芯片上 这样不仅极大的简化了外围电路的设计 也降低了用户的BOM成本 在芯片内部实现弹化傻的直驱 通过和风,进一步减少了因外部走线引路的寄生参数 从而降低了寄生震荡对高频开关的影响 增强了系统的可靠性 将GAN器件的性能优势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根据芯片的引脚分布 我们可以看出芯片有高压启动 输入电压前汽补偿 可调的动态消影时间和谷底同步时间的功能 有Bron In、Bron Out、输入过压、输出过压、输出过流和过温保护等保护功能 QR控制器自带自适应的频率调整机制 在不同的输出负载下 工作在不同的模式 工作频率也不同 如图所示 轻载时工作在Burst模式 中小载工作在跳谷底模式 重载工作在准协证模式 无论是在跳谷底还是准协证模式 都实现了GAN的谷底开通 通过三种不同的工作模式 实现了全负载范围内的效率优化 为了提高高压输入时的效率 我们WAPGAN65 还有动态消影时间调节的功能 通过调节芯片的TB引脚的电阻组织 来调节消影时间 从而改变工作频率 可使变化器最大限度的降低开关损耗 从而优化效率 所以无论是在低压还是高压输入 轻载还是满载输出 它的效率都可以被优化 我们demo版在90伏输入时 20伏3.25安输出时 效率高达91.8 230伏AC输入 65瓦输出时 效率高达93.8 芯片支持240kHz的开关频率 且带抖屏功能 所以它在220伏输入 65瓦输出时 它的MI还是比较容易过Color Speed的 且鱼量都还很大 在6dB以上 对这个demo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通过ST销售或者代理 找到我们整个方案的设计资料和测试数据 谢谢大家